14日,摄影师在北京捕捉到了贾乃亮的身影 当天的贾乃亮出现在锁住小区的地下车库,准备外出 但机助理却声称贾乃亮在剧组 只见贾乃亮将帽子压得很低,走路也不抬头 身边跟了几名工作人员 不知贾乃亮忘了些什么东西,又转身折回去 稍作停留之后才上了车 坐在车上不知在跟谁联系 期间贾乃亮一直亮着屏幕等待回复 在聊了许久之后,贾乃亮关闭手机屏幕结束对话 走下车来,只见贾乃亮戴着棒球帽和口罩 把脸遮得严严实实,独自一人走进了VIP通道 四湖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